比赛开始 中国队的开棒运动员是潘展乐 在国队现在在潘展乐结束之后 是47秒29的成绩 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现在和第二名之间的位置差是将近一个人 美国队的第三棒已经登场了 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李冰杰 大利亚队排在第二 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三 交接棒 这个项目的接力进台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所有的接力项目里面 中国队唯一一个没有拿到世界大赛讲台的丹项 可以继续冲刺 还有最后十年 仍然保持领先 中国队胜利在望 来到重点 中国队是冠军 领排我们是冠军 太优秀了 再次赏起了亚洲军 2月18日凌晨 中国游泳队在多哈游泳世锦赛的夺金之旅仍在继续 在当日压轴举行的男女混合 四成100米走泳建立决赛上 由潘展乐 王浩宇 礼宾杰与一亭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 最终以3分21秒18的成绩夺冠 并继预赛之后再次打破该项目亚洲记录 第一棒潘展乐 此前一护得三枚金牌 他朝着第四块金牌发起冲锋 王浩宇作为第二棒选手在比赛中发挥稳定 为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在比赛的前半段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为队伍赢得了宝贵的领先优势 曾在女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 上演神奇第三棒的礼宾杰 同样表现不俗 稳稳守住第一的位置 而压轴入水的于婷 面对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的疯狂追赶 顶住压力 将领先优势保持到出闭一刻 比赛开始 潘展乐目前仍然排在第一位 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王浩宇继续帮助中国队保持优势 现在和第二名之间的位置差是将近一个人 中国队的第三棒已经登场了 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李冰杰 在之前的女子4成200次接力当中 李冰杰也是上演了第三棒奇迹 于婷准备好了 交接棒 于婷加油 于婷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为了这场接力放弃了自己的单向 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 美国队排在第三 于婷继续冲刺 还有最好的15米 于婷顶住 中国队胜利在望 来到重点 中国队是关键 金牌 我们是冠军 太优秀了 再次杀起了亚洲纪络 于婷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出战接力决赛 放弃了同日进行的女子50米叠勇决赛 她在最后一棒的强势表现 帮助中国队首次夺下这个项目的金牌 也算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完赛后 四位中国小将在泳池边接受现场主持人采访 其声喊出中国队的夺冠宣言 我们一定能做到中国队继续加油 此次打破了中国在男女4成100米混合自由泳项目上 奖牌0的突破 并将亚洲记录提高了3秒多 长期统治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项目的 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 最终排名第二第三位 同时也实现了小飞鱼潘展乐的四金梦 四金一个世界记录跟去年的 其他阳的表现是一样的 怎么评价自己这么伟大的表现 其实只有一个是我的单向金牌 所以说三个接力主要还是靠对我的上场发挥 其实今天发挥得也不是很好 我的目标还是奔到47秒以内进去 想多稳定一下 但是47秒29一个一般般的成绩 接下来继续努力吧 浩宇这次也是用自己的表现奠定了 在这个接力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如何评价自己这次的表现和收获 感觉把这个整体的一个 整体一个摄影赛状态延续下来吧 没有说后就是在比赛后期出现掉链子的情况 感觉状态还是会在的 然后整体就是大家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两位女孩子在后面 也是坚守住最后的岗位吧 非常不错 清洁这次不用你逆转了 但是53秒11也非常棒的一个表现 主要是赛前确实自己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纯爆发性的项目 然后跟我的项目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 然后但是在赛前非常怕给队友拖了后腿 然后也是感谢他们前面两棒 然后给创造出了优势 然后最后小鱼也保持住了 主要还是感谢队友吧 玉婷53秒37非常不错的表现 而且和唐前厅一起 唐亭亭玉力双双得冠 而且我也知道是为了这个集体的荣誉放弃了单向 现在觉得特别值嘛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教练团队 把给了我这次一个机会 因为其实我在自用上面成绩并没有很好 然后首先 然后再就想感谢我们的三位队友 因为其实也是他们打下了比较大的优势 我才能够保持住 这次中国队在多个接力项目上都有非常棒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怎么说呢 整齐化意 主要是东迅链的成果我们能发挥出来吧 然后别的国家可能比较重视奥运会 所以说他们也是以赛代链这个环节 但我们以赛代链是12月的全景赛 还是想争一把多哈的这种世界冠军的名头 第二个就是别的队没有拍强者来 因为今年毕竟最主要的还是奥运会 我们就是不能借交 要借交借造 不能那么盲目的就是说拿着世界冠军就放开了放松了 还是要紧绷这根钱 做好自己争取在奥运会上再次突破 再次恭喜四位 加油 女子50米娃永半决赛中国选手唐签亭进预赛之后又有出色发挥 最终以29秒80打破自己保持的29秒92的亚洲记录 获得半决赛第二名紧急决赛 女子50米娃永半决赛的第一组各位选手已经登场了 唐签亭的出发反应是0秒69 唐签亭已经完成了重大突破 继2003年罗雪军之后 再次获得女子100娃的世锦赛金牌 唐签亭仍然小组第一 马上来到终点 29秒80 唐签亭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记录 今天这个状态真的很好 对 我今天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早上可能还是早上掉动不起来 我觉得早上还是没有游得很好 然后倒边这种细节也没有做好 我觉得100多万以后就是对50米就很有信心 但是虽然说前段时间训练主要以100跟200为主 然后速度也没有练得特别特别好 但是是100米多万之后 我感觉对50也挺有信心的 从半决赛的表现来看 唐签亭的状态是越来越好 她有希望在决赛中再次向她刚刚刷新的亚洲记录 和本届世锦赛第二枚金牌发起冲击加油 女子50米自由泳半决赛 17岁小将中国选手吕跃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所以没能再进一步但以尽力 最终她以25秒04获得第15名 无缘紧急决赛 好在她还年轻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加油 中国游泳队的表现令人赞叹不已 去年的秦海洋和张雨飞以及今年的潘展乐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实力 这个奥运周期中国游泳队的实力不断提升 梯队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回想起东京奥运会前外媒对中国游泳队的讽刺 如今的中国队用实力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令人惊喜的是中国游泳队竟然在三个接力项目中都成功夺金 战胜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传统游泳大国 中国游泳队真正崛起了 我们期待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为中国游泳队赢得首美竭力项目金牌